欣欣 欣欣 你怎么自己下来了 我怕待会有人觉得我太大牌了 所以下来也见一下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十年 差不多 我们去看看你的精华剂 我在家里蹲了好几天没有出门 有点头昏眼花的 要不我们先出去走走 是这样的 本来我想用梅通电这个大招 没想到丁超群已经用了 面对那么可爱的精华器 实在有点舍不得破坏它 所以它正在好好工作 外面挺冷的 那我上去换件衣服 你等我一下 好 好 尝尝 我 让我下来 我觉得和你走在一起好像有点不太安全 不是吧 这话是不是应该我说 不是啊 我之前跟小珠一起出来 就刚才你见到的那个妹子 我跟她一起出来 也没在这么多人会回头看我们呀 别害得我被拍啊 会上头条的 你怎么会和我打游戏呢 不是你邀请的我吗 你拿错了你忘了 但是 你怎么会在我的QQ好友里啊 这种曾经又想要偷偷嫁你QQ的 事情需要解释吗 你有见王震啊 你是不是还想问我今天找你来干什么 你有微博吗 有 那你登陆微博去我的微博看看 有有有 女神好忙 女神推荐的军化器买买买 晒单 疑似最后一单 买完回头一看 商品已经卖空下价了 夜晒一个差点没抢到 我问你这同款就发这么一条多少钱啊 爱协约一轮 你老公不是在那个合作的公司吗 去问了 问了 他说他们没请 之前问过小明星都要三十万一天 怎么敢想瞧晶晶啊 我老公说 卖空了还有好多订单 备货少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啊 话说 之前唯一的宣传就是 所有员工发一轮朋友圈吧 这下牛炸了 为什么 我又没有这类代言 又不会冲突 支持一下祖国的航天事业吧 好 你也太不厚道了 我以为不厚道 是骗我说 单位要打王者荣耀的比赛 我没骗你啊 我确实是要打比赛的 你不知道我是王者荣耀的代言啊 有阵子打开游戏 会看到你送明文的活动 几个月前 我的一个微信好友 把我打游戏的视频录下来 然后就发到我营销号上 你也知道我打游戏水平嘛 所以一个月之后 我要去和职业选手通台比赛 来证明一下我自己 所以就发生这些事了 你和职业选手 不全是职业选手 有五个信誉玩家 加上我一共六个人 四个职业选手 一边两个 你觉得我打游戏的水平怎么样 如果参加比赛的话 队伍里多一个你 我也不一定能赢 所以你想让我教你 可以吗 不是之前在网络上的那种 那种也太没效率了 最好是能够面对面地教 反正你也是这段时间正好在放假 应该也不会耽误你工作吧 是这样啊 我没有看过职业赛 不了解他们的水平怎么样 不知道能不能教你 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也不会找别人来教 你知道的 你信任我 你是我同学吗 于土 你教我数学吧 我请你吃香酥鸡 好 真的 嗯 你心甘情愿的 那不挂了 回去打游戏吧 等一下 你父母在 不太合适吧 谁跟你说我父母在的 我父母在老家呀 我家里只有一头精华器 比赛是下个月几号 下个月第二周周日十号 时间有点紧 我们现在开始 开始什么 这个游戏我最近才玩 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过 所以还不确定应该怎么教你 不过 可以先把你这几天 和我们匹配示范的错误说一下 这么快就进入学霸教学模式了吗 先来措题集